好,明杰,刚刚看到军演过后 美国立刻给台湾军售将近1000架的招牌无人机 我先谈一下,习近平在中共对台军演的隔天 10月15号忙现身到福建考察 而且地点就在东山岛,张州东山岛 甚至也到厦门去 这动作更证明整场从军演到东山岛 习近平大谈两岸融合 整个戏码剧本早就写好 也就是说不管赖清德总统国庆演说说了什么 他都会做 说穿了这一场戏 其实简单四个字来讲就是以武逼同 又再一次上演这样的剧码 用标准中共的这种胁迫威胁你 然后再来谈所谓的 其实两岸融合 融合这两个字要很小心 融合其实就是统一的翻版 他用融合来模糊统一的意向 而且很特殊 他到东山岛 刚刚讲说国共内战重要的这一个战场之外 其实很重要 95、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 那时候解放军在东山岛举行大规模两棲登陆的演习 动员万名以上的兵力 所以当时被共军视为夺台的跳板 所以到这个地方 特别还到厦门这个地方 跳望 离台湾距离很近 而且很重要的是厦门的对面就是金门 而且金门这一次 你看中国在这一个对台军演过程中 这次画了本岛六个区块 外岛上次是四个 这一次金门没有画进去 那是不是就是跟习近平要准备到厦门有关 我觉得有很大关联性 而这背后意味着什么 到这里 那厦门谈所谓两岸融合的发展示范区 会不会习近平就把金门当成是台湾的克里米亚半岛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要注意 那当然借由这个军演我们说 一天炒炒结束 这个等于说快散结束 那军演表面上敲锣打鼓 但是背后掩护是海警 进入台湾周边的海域 那要进行所谓的灰色这个入侵 那当然这次没有进入二十四海里的这个连接区 那甚至当然离台湾的领空的也没有进犯 这当然很重要 第一个解放军这次军事上当然也在练兵 但台湾也在实战军演 也同样在练兵 所以这一次我们外界看到 王普同样发布了一个影片跟画面 说我们的这个F-16V的战机 那从空中监视 这一个从辽宁号上面升空的这个舰载机 而且这画面同样 其实跟上次五月军演一样 当时是这一个 得说锁定这个F-16跟这个HON6K 那过程中到底要展示什么样的意涵 最主要是说这ANAQ33的这个 狙击手的这个标定夹仓 其实它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对共军来讲就是要展现说 我有你没有我能你不能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这一型的这个夹仓非常特殊 它先用前式红外线可以来追踪你 追踪完之后 更特殊上面有镭射可以标定你 距离大概可以到这一个15000公尺之外 过去是对地 现在用来对空发现也很好用 那很多网友在争议说 有没有可能标定 那能够用飞弹把它击落 其实背后的意涵就是可以用飞弹把它击落 虽然不是直接锁定它 但是透过镭射标定它的系统 可以转把这数据转给上面 西瓜不管是AM120中程空对空飞弹 或AM9X短程的空对空飞弹 都可以在发射飞弹之后 再透过上面 不管是AM9X是用红外线巡标 或者AM120用主动雷达导引 都可以再进一步锁定把它击落 所以当然也在展示说 国军有这个能力来捍卫我们的领空 同时另外一方面 殿15舰载机这一次现身在台湾的东部 那对台到底有没有威胁 其实它有先天上的设计 本身的包含配合辽宁号航母的这个结构 就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辽宁号我们知道它才14度的这种滑跳式的甲板 其实跑到虽然有两条 但是舰载机殿15本身很重 推力又不足33吨 能够西瓜的空对空飞弹 最多可能譬如说105公尺只能带两枚 那甚至195公尺可以带4枚之外 但是你跟台湾从地面 不管是从这个台东 过着花莲起飞升空的F16V 全挂载空对空的模式来讲 火力相对来讲要来的弱很多 第二个就是说带油的能力也不足 因为你汽油有限的情况之下 其实航程也很有限 不能飞太远 不能离辽宁号太远 所以真正对台的威胁我觉得是 算是反而是它的短板 如果辽宁号山东号这么好用 也没有必要再进一步去学美国 那去学这一个所谓用全通式甲板 弹射设计这样的一个福建舰的 第三代航母的现身 所以整体上来讲 我们台湾的空房绝对有一定的实力 那更不要讲防空飞弹 跟反舰飞弹也都在进入阵地待命 那另外刚刚讲到最刚开始 美国出售台湾千架无人机 这个动作我认为 是拜登政府任内对台最重要的一次军售 那千架无人机当数量很多 不过中间有700架是 这个属于这一个战场使用的 台湾刀300 这当然是不对称作战的力气 比较重要的我关注的是 另外291架Altius 600M型的 这一个无人机 那当然外界也说 奇怪你买台湾刀300 为什么不直接买台湾刀600 这个部分 我也询问过军方的高层 其实他们的说法 我觉得是蛮有道理 第一个Altius 600 特别是M型 它是属于模组化的设计 就弹头的部分 作战的时候可以带反装甲弹头 但是平时其实很重要 这一型它是可以回收 Altius 600是消耗型的 打完就没了 它可以回收好处是什么 上面平时带征收模组感测器 也就是说未来 它不是作战的时候 它可以放飞出去 滞空可能有到两到三个小时 那在近海空中巡逻 那等于说可以 侦测什么 比如说 这个今年以来 已经有四次发生的 这个中国用小艇入侵 这样子我们的海巡 因为暗机的雷达 可能最多24里 很多小小目标 侦测不到 很多的死角就可以透过这一型的无人机来空中战卫兵 直接在那里巡逸 所以其实当初他们有考量到 因为它平时就可以回收 可以把它当成征收型的无人机 所以这一个部分没有买Altius 台湾到600改成Altius 600 主要是可以回收使用 那当然这个部分 陆军也透露 他们现在已经跟海巡 也开始在建立一个联合的征收 往未来补足 暗机死角不足的这一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